欢迎回来 再来要关心到南投县国信乡 发生了汽车坠谷的意外 有一对夫妻从台中出发 开车前往国信乡知名的景点九分二山 一次是道路狭窄又不熟路况 连人带车翻落了50米深的山谷 仅消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将两人救了上来 还好都只有受到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那可以下去吗 山谷中传来喇叭声响 却不见人影 民众循着山谷中传来的求救声 不断找寻 最后赫然发现 有辆车辆坠落边波 接触患者的时候 发现说两位患者 其实他们的意识都是很清楚 副驾驶之后的太太 她额头上有一个 大概7公分的失业伤 翻车事故发生在南投县国信乡 62岁流姓驾驶 28号载着太太出游 要前往九分二山观光 一次不熟路况又走错了路 在狭窄的产业道路上 翻落50公尺深的山谷 他们比较好运的 应该是有细安全带 山谷陡峭南行 救难人员穿过山林后 终于找到受困的夫妻 两人意识清楚 不过述从卡住了车门 众人合力抢救 才终于成功脱困 车辆应遵守交通规则 靠山壁行驶 根据了解 驾驶疑似位靠着山壁行驶 再加上地点偏僻 路不熟才会翻车 夫妻俩饱受惊吓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记者综合报道 花年一间古迹咖啡店 被顾客投诉说 店家对着小孩大声的喝斥 给出了一心负贫 对此店家也出面喊冤说 因为当时呢 三岁的小孩子 拿着口罩挂绳 不断的挥舞 击中了古迹郎柱 所以出面制止 引发家长的不满 目前双方在警方的确说之下 已经决定和解 古色古香 别具风格的日式建筑 这里是有着86年历史的 花莲限定古迹 历经改造 变身文青咖啡馆 但是日前 店内的古迹 疑似被小孩破坏 老板出面制止 近爆发冲突 因为就看到家长都没有在管 直接跟他比例说 弟弟那个是古迹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打他 不能这样子做 那你的家长在哪里 28号店家接待一组 约20多名顾客 没想到一名三岁小孩 疑似拿着口罩挂绳 挥击古迹郎柱 店家出面喝止 引发家长不满 其中一人更飙骂 还威胁要洗 一心负贫 业者无奈在脸书上发文 直言管你大人小孩 谁做错我就管 破坏古迹是触犯刑法的 不是一句 我没看到就没事 不过事后 双方在警方的劝说下 各退一步 双双撤文和解 不再追究 文化局有跟我讲一句话 就是说古迹 它的维护 不在于就是修复 而是在于它修复之后 你要怎么去做预防 店家呼吁古迹保存 不容易 无论是谁 都应该共同维护 解花莲综合报道